6月1日,上海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 许多人走出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理发店 由于理发类消费需求激增 有市民并未赶上复工首日理发 不少人选择在6月2日一早便排队等候在小区附近的理发店门口 6月2日上午,记者走访了上海多家理发店 发现Tony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 不过,他们说能在复工后见到这些以前的老顾客 还是很开心的 有理发师告诉记者 为了顾客的安全,避免交叉感染 需要理发的顾客得在店外排队等候叫号 而有染发烫发需求的顾客则必须提前一天进行预约 以前都在里面,都在里面的,顾客都在里面 因为现在预期没办法,所有的顾客都在外面排队 一个捡一个进来一个,为了大家安全 对,现在全部要预约,因为店里的客人不需要,不会有理由那么多 都要隔一个隔一个做,你们要做可以提前预约,提前一天来跟我们说 然后我们控制一下时间,然后都过来,因为你们的时间比较久了 一些正在排队等候理发的市民对记者说 他们是一大早就过来排队的 当时看到店内满员,内心有些着急 不过得到预计上午就能轮到里发的消息,着实安心不少 80多天,将近90天了,以前是板蹭头 昨天有出来嘛,刚出来肯定去公司出了一点事情 然后出来完了,今天赶快雷个发,清爽一点人 但我们小区嘛,也有志愿者,就是这个免费的 但是呢,相对来说老人去的比较多嘛 咱们就别麻烦别人,所以说想来雷发店,过来雷发人 记者从美团方面获悉,早在5月7日起 该平台就为上海防范区居住的发型师和居民 上线了社区简发预约产品 截至5月31日,已有2800多位发型师踊跃报名参与 有近2万居民预约了社区简发服务 居家期间,大家的理发需求一直都挺旺盛的 特别是男士、老人和小孩 我们平台数据显示,6月1日当天 线上预约理发服务的上海用户比一周前增长了98倍 购买减发类团购服务的用户增长了228倍 我们预计端午期间的理发人数甚至有望超过2月2龙抬头